肖战的身边总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是是非非 加上21年的肖战过于低调 不是在拍戏就是在演话剧 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和个人在公众平台的营业也不多 就有一批人总打着知情人士的幌子出来爆料 肖战要怎样怎样了 吸引想念肖战或者其他原因关注肖战的人去看 引起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7月份各种娱乐博主纷纷放出消息 余生要播便给出了确切日期 一时间喜欢肖战和杨子的人都满心欢喜的等播 结果在余生没播是另一部剧定档 引起很多不满的人士 起哄的人士和一些黑剧电视台官博下留言 最后肖战工作室出面发声 引导粉丝不要被有心人挑拨利用 去电视台官博下留言和种种不理智行为 也被扣在了肖战粉丝的头上 说他们冲击官方微博 并呼吁国家出手整治 这件事情也遗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余生正常定档 被人内含是国家电视台向粉丝低头 向流量低头 最后余生言播是怕肖战和肖战粉在国家清朗期间引起动荡 全部由肖战和肖战粉丝来背 肖战八九月份的营业频率很高了 各种代言工作的长视频 他和工作室的周年Vlog 节假日的祝福等等 一则国庆假日注意事项 还引来了一则喊话 他考虑考一个教师证 当班主任的调侃 肖战老师是真的操心 同时肖战打假小队的账号下面 从八月份起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留言 这些留言中充斥着对肖战 肖战工作室 肖战工作室工作人员的不满和胡言乱话 这些留言看上去很有道理 而且每一条都踩着粉丝最敏感的那条神经 稍微有点不明白 事情严重性的粉丝就容易被带偏